我今天穿这个以后好看 那你给大家看一看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我的情绪这样子 要给它拉到很满 最近有种状态 就是精致泛滥 跟大家录那个 每日穿搭的时候 我都在想 今天到底要穿啥 我的心情是什么 我本来今天 想要穿一个风衣来的 那这太热了 有时候我穿裤子 就是精致泛滥 有时候我穿裙子 就是还是有点点 小优雅在上面的 因为我蛮喜欢 穿裙子的样子的 然后我前两天就刚好 一个那个绵麻的衬衫到了 我以前其实说成好 我不太穿这种衣服 但我最近就是 还蛮喜欢的 你想我买了好多 麻类型的包包 你看 就这种感觉 所以 绵麻类型的衣服 你单看它 你是会觉得 有一点点什么样 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本来是想穿牛仔裤 或者就随便搭一个 我身上的这种 活队裤 但我想穿一个硬花 请 你看 该说不说 这个衬衫真好看 特地穿了一个吊带式 这种有点芥末绿的颜色 是不是感觉 这个女生还挺有品的 然后本来 我今天其实除了那个裙子之外 我本来还想穿这个裙子 我觉得也很好看 就跟这个衬衫 你看 是绿色的风云 这三个颜色 是不是就很好看 我实在穿不了这一身 太热了 我就很喜欢衬衫 加硬化裙的感觉 手表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颜色 你看 我好像就觉得 我的裙子有点多了 那换一个裙子 这个更像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你看 对 然后呢 我就要换一下我的耳环 搞错了 重来 大家好 我是外婆 好久没有上镜 我向大家女友 没有像我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 好看 那你给大家看一看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我的情绪 这样子要给它拉到很满 那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你觉得好看吗 我好看才穿 那只是要别人夸你一下而已 是不是 好 拜拜 你看83岁 阿诺多斯的背影 大家看到外婆的视频的时候 多给她鼓鼓励 因为她确实会 每一条视频里面的评论 她可是会放大读懂 然后咱就加一个 这个腰带吧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身 就有点滤滤的 简单一点 大家问我 你这个包包还不扣 纯粹真的只是因为好看 大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做作的行为 就这样 啊 这样 然后咱的耳环 拿大金属 这种 真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冷静 又有一点女人 我今天有点想用这瓶香水 在我的感受里面 我会觉得 麻类型的衣服 它其实不是一个有温度的衣服 它其实相对来说只是原生态 它只会让人感觉很自然 但这个是让我感觉 让这个衣服有那种 就是比较温暖的味道 别字的话 我就用这个 天后一天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鞋子 我们就选这个颜色 那我们今天要上大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要去上班了 明天见 就这样子 那边就这样子 给她看看